每天吃一瓜蜂批姐八八八 龙年央视春晚喀什分会场 总导演在电台节目中透露 迪丽热巴在表演转场时摔了一跤导致轻微鼓劣 热巴的粉丝很快就行动起来了 广场上全是这一下肯定超痛的 看着都好痛 心疼我姐抱住 但也有网友吐槽了 假摔吧 这是在卖惨虐粉吧 热巴粉丝反击的也很快 能不能好好做人 黑粉请原地爆炸 其实迪丽热巴当时没有对外说 也就是怕被骂卖惨大过年的没必要给自己添堵 热巴这次可还真有点冤枉 春晚的舞台一般是不允许出错的 摔跤这种事情本就不光彩 为了卖一点点小惨告诉别人自己的 失误明显得不偿失 热巴团队没有在春晚结束的第一时间发出消息 证明他们还是权衡了利弊的 毕竟当时热巴的节目很出彩 如果传出受伤的消息 恐怕会有人骂他占用资源 而且当时上春山事件持续上热搜 热巴自然不想在这种全网 力气这么重的时候凑热闹 208万们虽然平时日子过得比普通人舒服得多 但是他们也是人 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故意受伤来博取同情的 尤其是这种大流量真没必要